吃青菜真的会提高罹患严症的风险吗 近日媒体报导有医师指出 台湾农药食用量比全球平均用量高出4倍 相当于每人每年喝下了一瓶罐的农药 更是导致台湾青壮年离元率增高的原因 进而引发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食安疑虑 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特别出面澄清 政府农药管理符合先进国家标准 农药残留监测都有顾及对国人健康保障 农药残留的监测的这些合格率 然后还有整个这个符合科学保障 跟这个国人健康安全上面 这些都是符合国际上面先进国家的一个水准 30年来台湾的农药的这个销售量 使用量是逐步的下降 然后他把这两个说成相关 这个事实上这个有点太over 演证形成因素众多 能不能直接判定就是与农药有关 还是必须有科学的佐证 农委会也指出 从102年开始 政府对各种质言性风险高 剧毒性持久性有机污染之类的农药产品 以实施退场机制 但缺乏科学根据的媒体误导 不仅影响民众对农药的误解 更打击消费者对本土农产品的信心 造成农民生计的影响 有农民因此提出对不正确报导 要求究责 这样没有科学组织的报导 真的会让民众 为农药的使用造成误解 那也会打击消费者 对我们本土产品的信心 也会直接的伤害到我们 医归病 而且心目不重置的农民 未来有如果这种新丸在发生 要有个究责机制 今天如果麻果药采收 麻果都是农药 一公斤麻果是美的外景 全部要美的 因为这个关系让每个人的生计 台湾地理位置处亚热带地区 气候高温多湿 作物及有害生物种类反多 根据防检局资料 农药使用量每公顷平均约11公斤 不过防检局也强调 饰药量并不等于摄取量 也会透过严谨的农药审查机制 为国人健康把关 远之新闻 胡适物流立法院采访报导